掌声舞松霸和男者张九云 王浩晨 掌声 得请 太帅了 就是 谢谢朋友们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的文化表演 您看今天的形式呢 还是有一个个别的印象 就是我这场 因为他们前面都是这个对手下 当我这儿呢 我打听前面说了一段那个单口相 那么单口相说之前都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定场诗 念着一首定场诗 那我们也无力外 我们念这一首定场诗呢 我这段单口相就正式开始了 拔月中秋薄露 路上行人凄凉 小桥流水贵花香 日夜千丝万详 心中不得宁静 青春早念文章 十年韩古再收房 保险才高 智梦 这比我还大 行了 因为我这个老师呢 咱们那个单口相就倒是开始了 您看那个单口相跟对方相相 所以说就产一个人 所以咱们就一个人就一个人 不过你 不过你 没到关系 你这样说了容易说 我这个塞巴的 是吧 我这个容易节奏 您看这个 热心的观众呢 一笔皆是 确实 这个热心的观众朋友 经常有上台的 这还不是从我这开的先例 这得二十多年 当年506年那会儿 卓人设 叫天桥大会 天桥下方大会 那会儿 那观众爆满都上台的影响 所以咱们看 我们这距离都非常的贴近 咱这个当场下方跟活动的距离 咱都是非常的贴近 这位相当地就是有点太近了 太近了 如果没关系 人家很热情 那咱们 好 好 这这这有点 多热情 太根了 还有一个天气的忙 哎呀 还太根了 这个有热情的朋友 表情不小 我就好好给您说 我今天说的一段 当口项目呢 不是发生在头 你怎么鼓掌啊 你怎么鼓掌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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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鼓 鼓掌 非常艺术鼓 听说的朋友 谢谢您给我来这掌声 好吗 哎 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 谢谢谢谢 啊 人家都提到了 咱们一丝一丝 谢谢谢谢 老婆 就是就是 剧场多冷 拍拍手促进血液循环 啊我也冷 我也拍 这个 我继续给他说 你看我今天说的这段 啊可以了 啊 今天我说的这段单口项目呢 故事故事发生在现场 说他没说你 是不是 你鼓掌 快 那个区域不管是谁 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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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谢谢 说说说 好了 继续 继续 我说的这个单口相声呢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忍你很久了朋友 我是上台听相声 你平常要忍我 可以 我们不疯您 您那个观众朋友很热情 说上台站那儿毕恭毕敬听我一段相声 这我们允许 你还给这带尖呢 我用你带尖 对呀 您往这翻翻五次 您这就搅过我演出啊 我这说单口相声十句都说不下去 您这一个劲的搅过我 我不是诚心的 我不懂你们这规矩 您还不是诚心的 您这样您说我不出音了就吗 我不说话了 真的吗 我真不说话了 您有什么事情想说什么 咱们演完再聊 咱们一会咱再说 我先说这段相声 我不说话了 我不说话了 别说了 诶 实是非常人气 今天我说这段都没说话了 发生在什么时候 别说话了 好 爽啊 对 还有一前脸 我那我还说吗 哎呦 该该说说您的表演您的艺术 我也不说了 为什么 我一会再说 哦 要不就是现在你走 要不现在你把要说的话说了 我就跟单口相声一会再说 不能走 上来两分钟这一场钱不合适 是吧 这个我就是找你来的 哎我看出来 找你来的 是吧我看别的场面你也没上 是是是 王浩月那时候你也没上 对他那个时代找找接鬼神 那就说事了 是的 您说把您的想法表达一下 哎我问问他 就是您知道北京有一个说相声的这么一个团体 叫缺德社 嗯 嗯 缺德社 缺德社 挺有名的 那领导姓郭叫郭缺德 那是你们领导 哎这样不礼貌 我们领导不是这样 不是 别胡说八道 上上上去 没有这样开玩笑 我们那个相声团统啊 团体啊 哎哎哎哎 哎哎 报警了 我们这个团体叫德云社 对对对 哎呀 我也不听了 我们领导也不叫郭缺德 叫什么 那是小名 小名叫郭缺德 大名叫郭德刚先生 哦 日本人 谁说日本人 五个字都明白 什么五个字 什么五个字 郭德刚先生 五个字是什么 一般俩字 然后三个字 父姓四个字 您对吧 日本人 我要看你像日本人 这也是说吧 有这么理解 人家郭德刚这是名字 先生是以示尊敬 郭德刚先生 那是我们领导也 是我们班主 你叫帮我跑 帮我跑 我就问问你 是这个团体的演员 您不已经来了 好好好 这不是德云社 有大楼沟吗 大楼沟 小楼沟 我问问你 您过来我跟您聊会儿 嗯 就是像您那样的演员 是只能在这个天桥剧场 那个就是冰窖里演的 还在美国剧场 其他地方也能去 你看您这话说 要只能在这一个冰窖里 十年前有的东西 就是哪都可以去 我们还去一去那个 三里屯这个火炉 是吧 还有这个 新街口那个火爆的场所 什么玩意儿 这这都快没了是不是 哎 这个我就问你啊 不是说你们 德云社旗下的剧场 别的地方 有请你们演出 请你们是上公司也好 是上那个家里也好 或者说有什么体育馆什么的 我听不出来 对对对 您是请演出 咱们谈的合适 外面也行 可以啊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公司啊 下个月月底了 是 月底有好事 马上就有喜事 有好事 请我演出 对呀 您说什么事情 因为下个月底啊 是我们老板的七师大寿 哦 这是个好事 对对对 给您道歉 哎 谢谢 找我这个给老板祝寿的演出 谁抱着你的 我 我往这儿站 我说着让你祝寿演出 我说着话了 不是 下个月底您说挺吓闹的 不是 你说完呢 哦 下个月底啊 正好还是我们老板 跟老板的夫人啊 金婚庆典 金婚庆典的演出 对 谁抱着你的 这也不是 不是啊 您说什么 下个月底正好是我们老板的小儿子满月 哦 孩子满月演出 对 谁告诉我的呀 对 对 到底谁告诉我的 你了解呀 不是 你到底要说什么呢 什么演出呢 就是过大寿 您生活中有朋友吗 你以后有朋友能自己来吗 是吧 有这样聊天的吗 主要是过寿 剩下那俩事儿满月跟金婚是一块搭着办 一块儿 然后呢 这仨事儿搁的一块儿我脑子有点乱 哦 找你这这么长时间了 是是 分不开一点 您不用管 就是俩字 什么 不去 为什么呀 没法去 咱就是说白了 谈崩了 不是说你们经常接这种演出吗 您这个演出方实在太偷了 怎么了 您刚才也说了三件事情 请我这一场演出 对呀 等于说我这一场去我赢了三胡了 咱一个活说的是一个活的钱 你要是三件事情搁一场办 您太能省钱 好的 来一个圈套 来一种文字游戏 来一种 一点用也没有 您说的太有道理 您骗不了我 当时我跟我们老板爷这么说的 对不对 哪跟哪啊 仨事儿 仨事儿 你让人家一个人当一个事儿办 就说你给人家三十万什么 凭什么 你人家凭什么来 人不在乎搁人 人得是有钱 您贵姓 免贵姓张 哎呦 张老爷呢 哎呦 不要客气 您刚才说什么 我就说呀 我说我跟老板打起来了 您再说一说 别看你给人三十万 人家凭什么 对对对对 这怎么 这才你胜了 我胜了 就这句 这一场演出是三个活 对 三个活呢 给我三十万 但是他当一个事儿办 这对你们是一种讽刺 为什么会哼哼呢 他怎么会是哼哼呢 这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 哦这是鼓励 刚才你不说的吧 这是会上千 你说的 哎呀那是骗法国人的 哦 咱这东西 咱们 嘿 为了艺术 这都是艺术 我们愿意给别人奉献欢 这么说愿意去 我太愿意了 三个事儿 一共有三十万 看来您这个老板很有钱咯 是是比较有钱 这三个事儿 一个事儿给十万 现在铁道没有接过 这铁道 又来了 我说一个事儿十万 啊 过大寿二十九万 这么重要的过大 那当然是主要办这 孩子满月和金婚这些事儿才五千 金婚八千 孩子满月这事儿才值两千 哎 这给还有你六百个路费 一千次 对对对对 你们公司人都分这么细致 不是 反正就是有重要的呀 有次要的 我不管那我不管 最后一共三十万 买个给您 愿意去 演什么 相声 鼓曲 还是 什么那个 双簧 评书 双簧小品这都不需要 什么都会 就请您一个人 不是 一场演出我自己 那双簧还得带一个 我不要那子 不是咱说好 一场演出我自己的话 我可不能一下盯脸三个小 哎 就演一个节目 就一个节目 三十万 因为我们老板特别喜欢您的相声 所以特地让我来请您去唱一段快感 没卖了吗 你公司傻缺 哎 不礼貌了 老板有病了 你怎么了 喜欢我相声说挺热闹 邀请我过去唱一段快感 我们老板的爱好 那跟相声好关系 我们老板的爱好 就是看自己喜欢的相声演员唱快感 哈哈哈 为什么 就是他就是 他有那个特殊的癖好 这叫什么癖好 这叫什么癖好 对对对 行吗 你会吗 这你会吗先说 就这个挖嘴挖着玩你会吗 这叫挖嘴挖啊 你会不会 快版艺术不是跟您吹 嗯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学了19年了 哎呦 你可是老艺术家了 哎 别客气 哎呀 不能说一直学 行行行 叫从艺 那也可以 18年左右 快了19年了 行 咱们就唱快吧 可以啊 嗯 唱哪段 老的新的哪怕现编 您只要点出来 没有不会 传统的还是现代新编的 还是说我自己写一段 还能自己创作 当然 哎呦 但是那都不用啊 我们老板最爱听传统 传统更词的事 他最喜欢的就是西游记 那节目太多了 所以想让您再唱一段虎松打虎 老板就是有病 老板有病 老板有病 我们老板就这脾气 这叫什么脾气 可以说 我们老板就这脾气 都得反着 对呀 喜欢像不行 我得看快版 喜欢西游记我得看虎松 就这种脾气 对呀 就喜欢这个 虎松打虎的是水虎转 不管是什么转了 就是你会吧 会啊 虎松打虎确实是传统节目 太好了 应下来了这事 我能答应吗 行 那我不应别的了 一会儿呢咱们就出发 因为这是下个月月底的事儿吧 咱们得赚着时间就得走了 对 下个月月底还有什么一个月 咱真得一会儿走 你就不问问这个行程的合理性吗 哎呀 老板就这脾气啊 哎呦 你还真是说错了 因为今天得机票半将 三十万手都花 手的这点机票钱 我是该生手该花花的是吧 行吧 那朋友们 咱们明天再见 哎呀 我们要走了 大风都不参加 哈哈哈哈 大风 大风 三十万一分 不是这不叫我跟您走吗 不不不 是这样 还走不了 走不了 因为你这个节目就跟我点那个打虎 虎松打虎 你得给我展示一下 哦朋友 您多虑了 刚才我说了我学十多年 对 这个东西咱们都不用排练 我站一边眼 做一点儿的钱我不要 咱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我不管你这个基本功怎么样 对对对 但是我们那是大型的晚会 哦 我们需要层层的审核节目 还得审核 得看您的节目符合我们那个标准 就是您在这里边能拍板 不能拍板 你不能拍板 你不能拍板 你看个屁 这人说话 你总是那么的 我给你来一遍 然后我能做照 我不能拍板 你总知道我来什么精神 小朋友 你能不能稍微的老实点啊 小朋友 我跟你说这事儿 你不要急躁行不行啊 对不对 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这老板啊 他就是喜欢审核 然后我跟他念头那比较长 老板喜欢审核 对对对 我跟他时间比较长了 然后您演的好呢 我一看我觉得没问题 到他那肯定也是能顾 我明白了 不是看我基本功辞日不辞日 是看看老板会不会喜欢 毕竟我们那是一个大厂 是行行行 跟你们这货台不一样 我知道 什么叫货台 你们这说话 这叫冰箱 哈哈哈哈 大厂 所以咱们需要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然后咱们去 对对对 整体来什么 大厂 吃牛肉 还对 去大厂 不去大厂 我们那个公司是大厂 在大厂 对 脸儿多大啊 行 应该的 咱们冲各位观众朋友 咱们应该唱一唱这段 也是为朋友们 给您来一个小展示 对对对对 咱们今天最后一场演出了 就是小圆 咱们就明天再见 对对 咱们热烫烫烫我给您唱一杯 好吗 好 好 好 我先进入朋友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就是不要再唱了 先打断点 哎反悔没有这么快 不是二十五万 没有 不是烦烫 不是烦烫 该给钱给钱 但是我们呢 不要求您往这一站 劈里啪啦打板 知道吗 您外行了吗 快板唱之前 先打板后唱 我们那个晚会呀 不懂你们这个行业内部的事 那我应该 我们有自己的要求 你这样 给人干 我听人家 从上场开始 得上场 然后打着板 边打板边上台 到这以后站定了呢 您再报幕 能明白吗 我自己报幕 对呀 自己报幕倒无所谓 我先打着板上台 后站好和报幕 对呀 先打板后报幕 很奇怪吗 假钱 不奇怪 对对对对 您的老板就这皮 哎呦你太了解 都得反着 行 来吧来吧 没事吧 不用客气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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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得撂去 三番两次抢我的节肌乐器 节肌乐器 不是 您要唱五段 又反悔 不是 您再说一遍 我得确定 武松打虎是不是打人都赤 我点的没错 但是 打虎不能提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老板名字里有一块虎字 你打虎等于打我们老板 对吧 反计 不合适 犯了官惠 对对对 人家过大受这种能犯了 犯了犯计 对 有道理 那怎么办呢 我应该怎么报呢 打你用这个动作 嘿 把打这个字改成 嘿 虎怎么办 改成老虎叫声 啊 好的 朋友们 今天我给您唱一段传承快报 武松 嘿 啊 又怎么了 武松这虎也不能听 啊 武整 因为武是单数 是武 原因不不极力 我讨论老板比较明晰 是一个字吗 武不极力数字 那是武松 那是武树的 他听不到这个 他一听这个 哎呦 无 咱这就以为是这个呢 他就不行了 可你得改一改 这个好改 武松呢 咱们改成二郎 因为他叫我二郎 这主意好 那行 郎不能提 郎又怎么样 郎是一种凶猛的野兽 然后我们那儿还有孩子呢 满月的孩子 这狼一听 他害怕 吓人 那你琢磨琢磨吧 那就得这样吧 朋友们 我给你唱一段传统快板 二 啊 嘿 啊 咱们换一换 不 不 不换 换三大白骨精 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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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听 就爱听这段 咱不换 不行 就爱听这个 快唱 它太好了 您这发挥太棒了 三 嘿 白骨精这段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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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长 老板不爱白骨精 那就这样 快唱 主板慢打响叮当 住口 唱的什么反应 我还能唱 唱的什么内容 我这老词您去查查 我查什么查 您没听过别弄歉 我是没听过 主板慢打响叮当 不不不 江阳折 这词不好 主板慢打响叮当 熊的叮当响 我们那是大厂开年会 您说也不爱的 不爱的 想叮当形容主板清脆 就是想叮当定一个折口折韵 江阳然后后面要开始 这什么说那的没用 我们老板就不听 听什么吧 就要点那个喜庆的欢快的 什么欢快 比如说你弄点那种春节续曲 春节续曲 嗯 就是一道春来 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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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正雄好汉五二郎 正雄好汉二儿 哎 二儿他 学权道和少林寺的论武艺 论武艺 是什么 论功夫 刀枪滚棒 呀呀 行了行了行了 别把我改了 什么玩意儿 武艺是不是该功夫 不行 我没问你这句 后面你唱什么 刀枪滚棒 对啊 这都是老词 我们那是开会 我们那是不过寿 我们那是满月 还有满月的孩子呢 朋友 你刀枪滚棒 这叫凶器呀 到时候孩子一听 啊 刀枪滚棒 哎呀太滚棒了 啊 啊啊啊 吓孩子吗你这个 满月的孩子这么说话说可怕 孩子刚满月 啊 刀枪滚棒 说这儿了 我不是办矫情就在这儿 谁孩子呢 你得改一点 改成这个孩子喜欢的 行行行 来刀怎么改 刀 塑料刀 塑料刀 枪 玩具枪 棍 棍子 小木棍 奶酪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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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还有奶酪棒 到时候孩子也喜欢听了 然后家长呢也欣赏艺术了 这儿叫艺术吗 快唱 快唱 说这一天 二儿他来到了杨谷县 哎 还得拦那一句了 这个杨不能听 为什么 我们老板姓杨 明白 嗯 说这一天 二儿他来到了咩谷县 哎 好 咩谷县带滚着张丘镇 张丘镇的东边 有一个紧妹杆 二儿他正然往前走 只觉着口渴度 恶心发慌 他这一抬头 见路旁闪出 一座酒店 这个风瓜酒黄 咳嗨 咳嗨 你先打打打打 酒不能听 我老板名字里有酒字 老板 老板 青雷压 叫什么呀 杨九虎 杨九虎 他跟那个养酒狼是什么关系 谁谁 他跟那个养酒狼是什么 不认识 您说那人我没听说过 那么高小眼睛 我不认识 就是不可以听 酒呢你最好就得倒酒的声音 就 滑 你刷尿 这不是尿 是不是 你俩哥是你同学的 不不不不 你就得这么唱玩 他说你抬头啊 见路旁闪出 一座滑店 订阅这个风瓜黄瓜上是烦法 什么玩意儿 什么基本功啊 一撰 那パー都唱不利用 这是传统态度 这个人真是 哎呀买呀 快唱 ranges 怀 皇上往下另立着一个大牌子 上写真 唱啊 不唱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呀 哎呀 原词是什么呀 原词是三碗不过岗 对呀 就唱原词 当然不唱 哎 还了解我 这会儿啊 您就要把这个牌子上写出咱们晚会的主题了 什么主题 你听我说啊 杨九虎先生七十大寿 即杨九虎先生 比虎九阳女士 今婚和喜得令郎公子 杨思阳 庆典晚会 真叫强 有那么大谎吗 这是我们那个谎写的 这一块牌子写的开 你甭管 我们那个牌子大就甭管了 我们这儿有那个LED的那个 行行行 这么多啊 对 那我就问 你这个牌子上写这个 羊和虎什么狼呢 用不用R 没有 他代替他 多新鲜哪 哦代替 不代替你啊 哦不代替 你倒是写一堆MAR谁看的躲着玩 我们哪里还有出奇的冰棚好友呢 牌子上这个虎狼羊都可以正常唱 正常唱就行 武松就活该死了 哎 武松招谁惹谁 我不认识这个人 所以说您随便唱 到这儿就完了 对对 就到这儿 您没有那么多时间唱一场 多好 行啊 我展示一点 行 对对对我觉得挺好的 他行 哎 开我就开始了 来 呦 哈哈哈哈 杨先生 杨先生真好 哈哈哈哈 哎呦 虎夫人也在呢 哈 这都是早配的对 行行行 杨先生虎夫人 这个这个节目已经给您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看看这是我们的演员 您看看他 哎 这是那演员 行 好好好 您审核审核 好好好 来 请您开始 大家好 今天学生我给你插一段传统快板 二 哦 嘿 哦 谢谢 表演者 哦 好陈 主板慢打 当当当当 表一表 英雄好汉 二 哦 二 哦他 学权道和少林寺 四个单轮功夫 松了刀和玉枪小木棍带炮班 仰仰强 二 哦他来到了咩虎县的地界上 咩虎县带上个张丘震 张丘震的中间有一个请咩长 二 哦他正敢往前走 只觉得口渴度恶心发慌 他这一抬头见路旁闪出 一座环垫这个风官 玩瓦论晃荡 而往下立着一个大牌子 上写着三文灯 杨九五先生七十大寿继 杨九五先生 胡琴杨女士 金婚和雪和令郎公子 杨思杨 这个青年党会真要强 好好好 真不错 哎呦 杨家怎么样您不觉得呢 你好 好愧对于叶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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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哦哦哦行 没办法 咱们都要吃饭了 三十万 哎呀 恭喜你啊 杨先生非常喜欢 哦谢谢 武夫人也很满意啊 那就好了 那咱们就赶紧走吧 干嘛去 咱们见杨先生见不了 为什么呀 那晚会不饭了 为什么不饭了 我们老板啊 就得脾气